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主要是复旦的学生 现在这个学生爱玩那个登山吗 不是 就在黄山 黄山登山探险 迷了路 迷了路 结果还逃了门票是吗 逃门票 就是说 但是人家也有人说 我看那个有个张明老师写那博客 就是说 我也看了 就是说 逃门票大家谴责 但是为什么 黄山公园把那个天然的风景圈起来 收那么贵的门票呢 对对对 反正这个是小邪了 他们就是迷路了 迷路了 结果要劳动人家黄山的那个派出所 那些民警啊 去救他们 就在这个救援过程当中 一个24岁的民警 从这个悬崖上掉下来 就算牺牲了 就是他让路了 是吧 他可能组织救援的过程当中 牺牲了 就很山路的 失足吧 掉下来了 开头啊 就是有一个记者发这个微博呀 就说这帮孩子们 这帮学生们 太冷漠了 我们要采访他们 追着他们采访啊 他们就是一点也不表现出 对牺牲民警的这种感情啊 就是好像很冷漠 扭身就走 但是后来具体说啊 我觉得这个事不好说 就到底是不是说冷漠 因为也可能这个孩子是吓傻了 或者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这个或者荣有争议啊 但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是什么 他们回了学校以后 复旦校内不是有那个校内网吗 对 BBS网 你发现这些学生们聊什么 他聊后黑学啊 就是说比如说大学里有那种什么登山社啊 登山协会啊 要抓住这次危机公关的机会 这个控制这个登山什么协会 要什么控制好老人的还有什么 到后来社会上报道起来了 你知道他这个校内网学生们都在聊 我们复旦出去的要控制媒体 你看这次危机 首先要把媒体控制住 他们就怎么怎么怎么着 这个点三落后思维 什么叫思维 这挺落后的 我这挺就推卸责任嘛 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社会 我这种讨论呢 我认为是很封闭的 这BBS的讨论 因为外人进去嘛 我的第一个感觉啊 这个思维啊 你说落后不叫落后 应该说是古老 古老 这是树啊 这是树啊 就是中国自古啊 我不知道日本就 日本管什么都叫道 中国自古就有道和树的分别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聊的 叫做所谓全树 对 他们说为什么喜欢看三国演义啊 喜欢看什么康熙大帝 你看这种电视剧特别热播 就因为你看一出事就琢磨 这个事该怎么操作 因为年轻人认为 只能实用主义 只能公立主义 否则的话 再这么一个一个 缺乏信用 会不信任 拜金主义 今天中国 我觉得就是 不管它叫什么资本主义 还是社会主义 这也不重要 就大家都往前走 这是真的 但是今天中国年轻人 80后 90后 都只能侵从 这个实用主义 拜金主义 会不信任 谁都不相信谁 这么一个非常 缺乏信用的社会 我觉得很危险 但是我相信就是说 无论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下面 都会有一些特别的人 他们能够坚持一种 非实用的东西 或者说我们讲 刚才文涛说 道和术 对吧 那能够坚持一种 真正的道理 所以我觉得社会 和人的关系是相对的 社会塑造了人 但是同时社会 也在考验 一个人 你怎么保持你的独立性 你怎么能够 在面对一个 社会大环境的时候 保证自己的小环境 这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浮躁 还是迷茫 还是现代这个社会 让人觉得这个心力交瘁 是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比如说 我觉得 我也想说这些大学生 特别冷漠 可是当我想说的时候 我自个儿摸摸心口 我就不好意思说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自己检查 我觉得我也是冷漠 就是怎么说 就是说 我的这个历任女友 到了 给我来评价 就是四个字 自私冷漠 我曾经不服气 但是呢 近些年来 我越来越觉得 就是这么回事 你知道吗 我想跟你们讲 就是说 我觉得 我跟这些大学生 还不太一样 但是我确实 现在感觉到一种什么呢 道德责任 和道德感情之间 在我心里有割裂 你明白我说这意思吗 就比如说 咱们是大学同学 或者说 你对我有恩 你帮过忙 在我心里 就是说 他帮过我们的忙 那么我就到处念 他的好 或者说 他有什么事情 托我帮忙 我一定给他帮忙 或者怎么怎么回报他 但是你知道吗 当我做这一切的时候 我是觉得有个道德责任 要求我这样做 可是 我并没有这个感情 不是发自内心 你如果你真的是特别 就是跟这个道德和感情 是一致的话呀 做这些事情 你应该是发自内心的 而不是说觉得 你应该对牺牲者表示同情 和你刚才说 就是说 我得表示一下 和我心里是不是真的 这两件事 是有距离的 他那个 我们中国社会 例来讲 这个词用的很 非常的重 叫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 就是你给我一滴水的恩惠啊 我用一个泉水 而且源源不断的去报答你 我都不够 但是你看 今天出现这样的这个事情啊 刚才嘉宾讲这个安全感啊 包括文涛你说这个 好像哎呀 我不能发自内心的去感恩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 倒跟这个安全感 有一点小小的联系 就今天这个社会 大家都没有安全感 父母也没有安全感 然后孩子也没有安全感 然后社会也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就造成一个什么 彼此都在提要求 一旦变成了要求的置换 这个事情你就很难发自内心了 没错 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 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他们说这个电影圈 也别电影圈了 什么圈都一样啊 很复杂 他复杂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因为我有一个哥们 我就看到哈 他有个小本的 就是说我帮过谁的忙 我曾经把谁欠我的钱 这都预备的啊 你要比如说 你要这个这次帮我忙 别收钱 或者说打折 这次我该用谁了 他20年前欠我一人钱 你知道吗 而且这个这一套啊 我们中国人承认的 我也承认的 就你找我 我对啊 他帮过我 所以我也得帮他 可是你知道这个里面 我就说没有感情的投入 对我来说是一种规则 对 他就是这样 当一个人帮了你 不图回报的时候 你就会发自内心的感激他 当他帮了你 说我今天给你五块 你要还我六块 你就明白 这个里面的 你会觉得 他是发自内心帮我吗 还是说他能看到 就像你今天请加藤来做节目 你都想到 未来你是日本首相 未来日本首相 别的媒体都 对 我说别的媒体都拒绝 直接就签签三人请 这我内心喜欢 算没有问题的 他是说他的情怀比你高 他日本人 我这种互相的感情 我认为他应该是顺其自然的 中国人讲的顺其自然 顺势而为 但是今天彻底变成实用主义的东西 所以我在中国觉得很累 比如送礼 送什么月宾 我们要快得过年了 还得送什么东西 要请什么人过来 都得互相签致 互相的观望 然后再决定 我要不要出手 你的面子能不能保留 等等等等 这段过程 全变成了方程式式的 你看 他是日本洗脑出来的 对 刚才他的观点 我觉得也挺奇怪 他就一听复旦这个事 他就说 中国的很多学生 他们现在没有牺牲精神 我说什么叫牺牲精神 他说你看我们日本武士道 我就赶死 我说你要干嘛 咱们先去下广告 你来解释解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好奇兴 好奇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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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